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8号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栗战书做报告 今天央视有一个现场的直播画面 画面显示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人没有拉开距离 这会儿挨在一起邂逅走进来 李克强显得疲惫不堪 就是身体好像状况令人感到堪忧 这个眼圈都是发雾黑的 可见睡眠不足 而且这腰弯弯着就和我一样 我这腰就够够着 这个好像心理压力很大 精神压力非常大 那么做起来之后 这个栗战书宣布是3月8号 向各位女代表 女委员 女工作人员 还有全国各组各界妇女 还是让全世界各界妇女 致以节日的祝贺 和美好的祝愿 这时候大家鼓掌 我看到坐在前排的这个孙春兰 特别高兴 孙春兰穿了一件衣服 就天蓝色的 还挺鲜艳 那表情和以前不一样 每次孙春兰开会的时候都是低线头啊 就是认真的做笔记 很少左右 左顾右派 这会儿 左顾右派 后来和 还和这个旁边一个人 我看不清的谁在讲话呀 心情超好啊 因为孙春兰这个确实是 令大家感到意外 就在这个新冠发生的时候啊 表现出了一个 这个身过一些男子的勇气和胆略啊 大家回想一下 武汉病毒刚出现的时候 习近平是久久不露面 深藏起来的啊 偶尔除了那么一样次 戴个大口罩啊 吓得 接到老百姓都不敢握手啊 李克强是绕道走 绕道 先是到青海去 去这个视察 然后在那个地方 向武汉的医务人员啊 这个谈到这个肺炎啊 新型冠状病毒啊 谈到新型冠状病毒 那是第一次 高层的第一次 后来等到政治局开会决定 这个认同 就是人传人这个说法了 开始采取措施了 派李克强 孙春兰啊 李克强也是先去 李克强后来 这个作为常委第一个人 第一个去 叫雷神山火神山啊 这个然后孙春兰就春节 也没回家过年啊 这个就奋战在第一线上 一直这个带领着 是三十万 医务人员 这个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啊 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孙春兰还带去了一个 天津卫生局的局长啊 这个人是 到现在是默默不闻啊 就肯定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孙春兰当时表现是 东北女汉子的 这个胆略和气魄 远远的胜过这个 李克强 这个习近平啊 汪洋 栗战书啊 这个等等吧 这些人 所以 今天这个会场上啊 他这为什么高兴 我相信他心里想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们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是不是 催什么催 但这不当我这个 李战书催牛皮啊 李战书 在这讲话里 一开始就是 就是在习近平的 从容应对 怎么样怎么样 我相信 所有的有良知的人 这个 经历过这场这个 大瘟疫啊 到现在还没结束 蔓延到美国和加拿大来了 正在像我逼近啊 也和耶克强 过两天就倒下了 这个也无所谓啊 我要讲的是吧 我们做这个 评价任何的人物啊 都放了一颗 就是公平的正义的心 来看待 想一想 这个习近平 是不是从容应对了 刚开始是惊慌失措的 你想戴个大口罩 在北京出来以后 有几个老大妈想和他握手 以崇拜的目光望着他 他说 非常时期就不握手吧 是不是啊 这是有画面的 不是我的造谣啊 为什么没有 就第一时间听到这事以后 武汉发生这个肺炎了 马上带着这个丁薛祥啊 这个助手们就赶赴这个武汉 没有学习当年就是这个呼温时代啊 这个温家宝总理的勇气和气魄 就孙宗兰还是像 有点像这个 这个温家宝 温家宝你看 他认真正期间 虽然他的家族腐败问题 也是传的 全世界都知道啊 这个到底有没有腐败 我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他每当地震 洪水 这个 任何的这个危难的事情 折一发现 你总能第一时间看到他的这个瘦小的身影啊 这个站在群众当中 你不管他是作秀也好 还是发自内心 反正是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个这个形象就是这样 哪里最苦最危险 首先看到温家宝 就别吹牛 其实我看到的领导人当中 最亲民最勇敢的 最不怕死 内心最强大就是温家宝 确实有一点胡耀望的那个影子啊 这个别吹牛啊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 发生在胡温这个时代 这个相信武汉这 当时第一世界 你就会看到温家宝 不会是现在这 后来这种状况 结果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 先是用武汉 蔓延湖北 然后全国 然后全世界 然后封城啊 然后现在搞的全世界 各个国家 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 这个大的灾难啊 灾难继续在蔓延的 我听说就病毒已经 想变了多少个变种了 我不太懂 还在继续的就是说 这个吞噬 人们宝贵的生命 不论这个生命是中国的 还是美国 还是加拿大 还是非洲的 亚洲的 这个澳大利亚 都是什么 生命都是可贵的 要抱着对生命的敬畏 首先不要说谎 不要欺骗 要面对啊 要自责 要想到自己的责任 有权就有责啊 但现在这个 李战书这个报告当中 充满着谎言和欺骗 一开头就是 送养一个人 就拿着这个丧事 当着喜事的锤啊 谁都看到的事情 还在锤 从容应对 从容什么呢 从容啊 是不是 所以是 这怎么是好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感到这个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好 用什么词来形容吧 就是还是用这个 徐章润清华大学教授的 形容是最恰当的 寡怜贤持 确实 所以孙孙来笑了 笑了很灿烂 今天发着内心 看看你们这些老爷们 这个 这么点一个小病毒 在这个 胡文那个时代 就是SARS 很快就治理了 结果到了这个 所谓的习时代 习近平姓时代 就蔓延全世界的 大瘟疫啊 给美国造成了 40万人的死亡 你想 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而且还在那 催 催什么催 是不是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 看到这个报道啊 这个现场的直播 心痛啊 那么 这个栗战书也讲到了 说是对这些妇女们 这个 这个表示 这个慰问啊 这个是好 确实是慰问 应当发自内心 最可贵的 马上要研究什么呢 妇女权益保护法 保障法等 要进行修改 确实是应该保障修改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 维权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大家看 你同样 同样的心碎 你看 这篇文章 福州女渊民呢 刘玉才 三八妇女姐 到福建省西方区 读局长涛说法 给大家看看照片 他在福州市人民政府门前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 不是我在这下别 你看看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建省 福建省人民政府西方区 给他的信件 公函 盖公正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 三八妇女这一天 他要上访 要这个抗议 2007年 这是在忽温那个时代发生的 这是这个温家宝也有责任 忽运桃也有责任 这个是该肯定的肯定 该批评批评 9月29号上午9点钟 福州市苍山区城 城门镇 人民政府裁减指挥部 救急了200多人 身份不明的人 聪如 刘玉才家中 将他家一家人强行拖到门外去了 未经任何协商补伤暗制的情况下 这伙暴徒 就用那个勾车勾机 就是大卡车 上面拉那些设备 带钩子的设备 将他一家人 百年 组一百年建的房子 和1999年返建的368平方米的房屋 他原先有一个房 一百年的老房 他在这个地方扩建 360平方米的房屋 一为平地 从此 刘玉才全家 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他就走向了维权之路 在上访的十多年中 刘玉才多次遭到刑事拘留判刑 即将进入了2001年的春节以前 就福建省突然就来了好消息了 福建省新访局副局长林本正 就带着一些人来到这个刘玉才家里了 跟他讲 他说听取了刘玉才的诉求 认为你的诉求合理合法 要求他形成书面的诉讼 承诺村节以后正月十五前 一定给你解决 让他在家安心过年 不要再上北京上访 因为他多年去上访 他没有房子住怎么办 他就上访 见新访局副局长这样的大官 能在村节前来看望自己 还做出了承诺 说刘玉才脸上 终如露出了久违的欣慰的笑容 当然也立即答应 就是说提交这个书面材料 说但是村节过去了 正月初五也过去了 林副局长从此遥无隐讯 原来是一场骗局 这时候呢 一年一度全国的两会 维稳人员又开始上岗了 说无奈之下 这个刘玉才 只能在维稳人员的陪同下 主动去找这个副局长 今天就是他到副局长的办公室外边 来找这个局长 来了以后呢 结果呢 局长避而不见 有工作人员给了一张 这个推诿的信访告知 这就是这么一封信 大家想 我再给大家看看 这位可怜的福建省 这个老百姓啊 妇女啊 那么刚才这个 栗战书在会上讲 向他们致敬的妇女 抱不抱过他 抱过吧 你不能帮光子 向孙孙兰致敬 对不对 你得向他致敬 那么他这个困难 他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 要不是真的话 为什么人家有图有真相 还有公函 要是真的话 为什么不给人解决 拒之有其物啊 对不对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所以这个 人大这个报告当中啊 我说他 充满着谎言 是有理由的 我今天 不是故意找这个维权网 我是先看新华社的报道 看完之后 我再看个其他报道 一看 还有这么一篇文章 你想想 这种事情在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我相信是大量的 绝对不会是仅仅一例 一例怎么可能偶然就闯入我的眼帘呢 对不对 绝对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 因为要如果假 人怎么敢 电话都留在上面 电话是13328651738 大家看看啊 大家看 就是 就这就是 看一下 人家电话都在上面 那么福州市是什么地方 习近平1990年开始 就担任福州 福建福州市委书记 人大常会主任 福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一直干到这个 离开这个福建省 是2002年呢 你想在这之前 他是1985年就到了福建省工作 一直到2000年就胡闻时代结束了 但是现在还有这种事情 是不是 让我说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 别催了 好好办点事实了 对吧 牛皮催破了 已经现在 不是人类 就共同体了 人类病毒共同体了 好好的 踏踏实实的 发自内心的 为中国的老百姓啊 办点好事 那么今天呢 还把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今天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